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强调在历经中国毒奶风波之后 政府不会一厢情愿 台湾的主权也绝不容退让 面对全球经济风暴 总统更以台语向全民信心喊话 总统说他了解台湾的人民现在过得很苦 但是他保证一定会带领人民继续打拼 因为他相信风雨之后一定是晴天 台湾民主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齐齐洋洋打上红领带 总统马恩就带领人民喊口号 上任后的首次国家庆典 众头戏就是国庆演说 马总统把常常挂在嘴上的苦民说苦 换了语意更贴近民众的台语 要大家面对全球金融风暴 一定要相信政府会负起责任 大家一直跪了很艰苦 你的痛苦我都了解 我现在也很艰苦 如果做了不好 没有温柔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指教 以风雨之后必是晴天比喻 要人民相信台湾民 会突破经济困局 而在两岸经济上 总统呼吁大家不要因为中国 独奶事件就因夜废食 我们不要因夜废食 反而要化危机为转机 松绑开放的政策不会改变 延续520就是演说的两岸基调 总统再次强调 在两岸和平对话的过程中 绝对不会异乡情愿 台湾主权也绝不会让 两岸交往过程 政府一定落实 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的原则 台湾的权益不容退让 台湾人的尊严一定坚持 政党再次轮替后的国庆日 已经很久都没参加国庆的连战 以前副总统身份坐在贵宾席 而政党主席座位 吴伯雄 宋楚瑜也都到场 倒是令人士全部缺席 这旅程沈志明台北报道 而面对马总统上任后的 第一个国庆日 民众又是什么感想 今天的国庆大会 有许多侨胞特地回国参加 为的就是看新总统一面 不过谈到马总统的施政表现 侨胞却只给了及格的分数 因为他们认为 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 但是侨胞们也说 应该再给马团队机会 早上八点 总统府前广场 挤满了想要参加国庆大会的侨胞 进场之前 得先经过安检人员的仔细搜查 不止包包要打开 身上的皮带要脱下来 用来遮让的雨伞 也不能带进场 反复的检查动作 部分侨胞不太能接受 顺利通关的侨胞 马上拿起相机照起相来 脸上竟是开心的表情 不过被问到 马政府上任以来的施政表现 侨胞们给了及格的分数 还蛮多需要努力改进的 近期不深好 所以市民蛮辛苦的 民众应该给新的政府一个机会 让他们好好的沉思 好好的把握 就目前的状况 做一个最好的调整 这个是暂时的 我想以后会更好 希望未来新政府还有进步空间 但当马英九上台致辞时 台下突然有三军一队人员昏倒了 医护人员紧急量血压 将他送到医护站 拿出冰枕 希望能够暂时降低热度 没想到隔美几分钟 又有定义名一队 体力不知倒了下去 送往最近的台大医院进行救治 幸好稍事休息之后都黯然无恙 记者林欣怡 庄志诚台报导 而庆祝国家生日 今年的国庆烟火 首度在嘉义市举行 总计8000发迅烂烟火 晚间7点在嘉义灿烂升空 施放时间更长达50分钟 目前现场情形 请记者王戒村告诉我们 戒村 是国庆烟火晚会 现在在嘉义市的体育场 如火如堵的进行 那么现场可以看到 民众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那么这整个晚会的重点 也就是国庆烟火的施放 在十分钟前才刚刚结束 我们先来看看 稍早之前烟火秀启动 时候的精彩画面 5 4 3 2 1 点燃生活 各位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右边看 滿天宫都是烟火 我们现在后面呢 公众朋友在后面看一下 烟火已经呈现出来了 对 当然在大家的身后 这次的烟火有四部曲 各位看到的是首部曲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今晚的烟火节目 《气壮三合开心局》 第二部曲是 五彩繽纷 硬子金螺 接下来第三部曲 《雷霆万钧 庆双十》 还有最后一部曲 《国泰民安 要玩雨》 现在我们请大家欣赏的烟火节目 所以结束以后呢 晚上的这个晚会呢 还会继续有歌手表演 跟民众继续来同乐到晚上十点 那么以上呢 是现场最新的情形 将时间将会捧内